飞机上提暖壶 现在就得叫太空站里提暖壶 水平很高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家宝 Hey everyone this is Jaeger here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 热点自习室 Yeah we'r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trends and just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今天我要介绍一个非常流行的 中文网络词汇 你说 格局打开了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航天space travel 那跟格局打开有什么关系 你看格局的意思 就是你对事物的认知范围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认知 已经不在地球上 那是太空当中了 火 那是得格局打开了 记得降落伞也要打开 确实是最近有很多中国年轻人 开始关注太空的事情 没错 你比如说神舟飞船 或者天空号空间站 对神舟13号 在太空出差几个月里 大家非常非常关注我们宇航员在太空当中 衣食住行和工作的状态 可以说有一张太空空间站的示意图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点击量已经达到了1亿以上 wow that's a lot of zeros 而且我发现他们都会做很多 就是以前我们在空间站没有见过的事情 比如说打乒乓球 在空间站里边打乒乓球 中国的春联 然后呢 祝愿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这个特别喜庆啊 我感觉很有意思 所以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中国非常有名的邪后语 你说 原来是叫飞机上体暖湖 现在我们要改一下 叫做空间站上体暖湖 水平很高 你也知道这个 I also remember that Chinese Austrians organize science classes for the Chines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y not only answer the children's science questions but also show the kids around the space station by a video 我发现你们对这些比如说空间站也好 或者飞船也好 起名字很复杂 很有特色呀 你看比如说国外的challenger 挑战者好 或者discovery 发现者好 对 那就是说到了中国的名字 你看 神舟 神舟 或者意图 或者 嫦娥 这我给你解释一下 其实啊 我们这个名字很具有中国特色 也有古代的一些故事的特色 比如说神舟呢 它代表的就是神奇的天河之舟 天河嘛 天河其实就是银河 the galaxy the galaxy 那提到了你刚才说的嫦娥呀 那不得不说的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 oh there's like a legend that everybody knows here in china yeah 嫦娥奔月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 先别睡啊 先别睡啊 这个故事很精彩 你说你说 相传啊 圆虎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 导致庄家哭死 但是嫦娥的丈夫后裔就把其中九个太阳全部射下来了 因此呢就获得了神仙奖励的长生不老药 吃下这个药呢就能升天成仙 嫦娥为了防止后裔心术不正的徒弟抢走他 自己吃下了不老药 但因为不舍丈夫呢 所以就落在了月亮上成为了神仙 而他飞去月亮的这一天正好是八月十五 也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哦还会吃月饼 当然了 哎你知道嫦娥还有一个小宠物吗 嗯叫做玉兔 哦那玉兔就是 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 探测器 探测器 月球探测器就叫做玉兔号 其实 all the names that are used here were taken from their legends or some old stories 说到这里啊 我想起来 你看在英文里面 中国的宇航员 还有自己的专属的称号 太库纳 太库纳 第一个部分就是从太空来的 啊 第二个部分 so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word 太库纳 is actually taken from the greek word for the sailor 哇 and it becomes 太库纳 哇这是一个中外结合的名词 是吧 是 所以说你看现在啊 有海内外的很多朋友 对中国的航天工程是越来越感兴趣 是 而且我发现了啊 最近最火的 就是有关于航天的这个中国科幻电影 嗯 流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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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过 哎 the wandering earth 啊 actually this movie was really big in china everybody loved it so much 啊 我还看了一个采访说一个以色列的科学家啊 说他背后的很多理论其实很有这种知识性 而且他也很科学 没错 这部电影呢也是根据我们这个科幻作家刘慈欣啊 这个改编的一部小说啊 那么我们这部作品呢拍摄成电影以后可以说是风靡全世界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太空或者space travel相关的一些科幻的电影或者电视剧 比如说star wars star trek 星球大战啊 对 或者星际迷航 是 拿着那个 你有light saber 我们脑子里一直就会想着说哇太空多么美的一个地方 我们也想去探索探索 的确是啊 随着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 大家对宇宙探索 对航天科技都有了普遍的热情 在流浪地球上映之后呢 中国科幻产业的产值达到了500亿以上 其实啊 不仅是文化层面上 很多航天的这些科技还有技术 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应用 你比如说GPS GPS卫星导航 你看这就是我们航天的技术 现在大家都在用 可以说想去哪就去哪 是啊 你知道的哪些呢 比如说这个婴儿的纸尿裤 你比较关心的 这个材料嘛 还有一些像脱水蔬菜 这是我比较关心的 这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啊 都出自我们航天科技技术的研究成果 而且也让我想起来 比如说星际民航本来是科幻的科技 像手机啊或者3D代印 现在都实现了 对 为什么航天这个话题一直吸引着大家 为什么 我觉得是大家对未来世界 未来宇宙的一种探索的精神 可以说也是引导着大家 不仅从物理层面来探索宇宙 更是从精神层面 还有社会发展层面 不断的创新 我完全认为你 你知不知道 我认为每个人 不管你从哪个国家 你是一个探索人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格局 打开啦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 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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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